我们前后片放好之后呢 来接着呢我把这个前片和后片分开来 记住前面的绣笼 跟后面的绣笼这个袖子有点区别 那我把所有的辅助线删除了 那这个是前片 这个后片 我们现在呢就是这里标注一下 后 前 然后我们把这里袖子给它复制出来 首先把这个后袖提出来 这个后片 前袖 OK 好了 这个 我们翻转一个面 我把它对接起来 合并 这个袖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如果此时你觉得这个线条 袖子的线条不怎么原生 那你再微调一下就OK了 打上剪口 在这里 接着呢我们这个是前后片都出来了 袖子也出来了 OK 我们发一下袖口 袖口我们说一下 这里呢 之前的这里已经写16公分 那么高度我们发袖子的时候已经减掉了5公分 是吧 那就是宽度16公分 高度呢 现在就10公分 因为我们是对折的 加1 加1 袖口搞定 接着呢我们来配一下螺纹领 这种螺纹领啊 我们一般呢 设置为2公分宽 太宽了呢 很容易外翻 23.8 那就23.6了 前后领圈 那么呢 我们按这个数 乘以它的 0.8 0.8 23.6 乘以 0.8 那么等于18.8 啊 我们直接画 宽度 18.8 长 啊 这个是高度 高度呢 我们就4公分了 是吧 那么成品是2公分嘛 我们同样要对折嘛 好了 这边呢 我们打上半圆符号 OK 这里呢 领字 我们就搞定了 前领 都是常规的哈 跟我们 前面的一样的 前领加后领 同样 如果是你的 罗文的质量 呃 很差的话 你都可以乘以 0.75 都行 这是常规的算法 乘以0.8 好了 接着呢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这个 这个呢 我们现在 做一下分割 首先呢 我们来确定 这个呢 是一个 开刹的 是吧 然后这个前面呢 有这样的波峰 其实我们现在呢 是看不到什么 只能从这里 看比例吧 那我这里也做了一个比例 首先我们在这个长度 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堆称过来 我复制一份 OK 首先呢 我们把领圈 这个领圈 前领圈 分成三等份 然后 我们在这个 标准它的一场 前一场 前一场呢 我这里呢 123456 分成六等份 起六分之一 为下面的白色终点 就是这个白色的最低处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这个 领前领圈 到这里 分成四等份 分成四等份 好 我们这里 来 在这个三分之一处 我们画条水平线 接着呢 我们把这边 1234567 分成七等份 好了 在这个七等份 七分之一处 连接 这个领口的三分之一 这个点 我们不要直接 连到这里 从这里 四分之三 七分之三的 这个地方 我们先连接到这里 连接到领口 那看清楚了 那我们这一段 这一段的线 是直接 连到这里 来看一下图片 它这条线 是斜在这边的斜线上面 这个位置 交叉 这里必须是直线 好 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条线 现在所做的这条线 就是 就是 那看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不是测了两公分线吗 现在做的线就是这里了 真正的就折边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边是活动的 也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1.7左右 1.8 那 我们在这里要压一条线 是这样的 好了 等于这块 就这里面 这个都是活动的一样的 并不是车死的 做到这里之后 那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 各自都延长下来 两厘米 然后 我们再从这里 画到 叶下缝 这边也是 直接画直的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割线 分割造型 就完成了 我们画这么多的辅助线 主要就是画的 这节要线出来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直接写着 在你这边 这边就完成了 这边的 来到我 这边就是 有很多